做得更好 過得更好 親愛鄉親朋友大家好 我是萬萬歡迎你收看台南鄉情形 台南鄉情形這個節目是由台南市政府製作 最主要目的是讓鄉親朋友 大家對著台南市政府國局處的業務 做一個了解 當時也要跟鄉親朋友 來報告台南市政府最新的組織和外黨 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要說的主題是 弱勢家庭脫貧的多元自利協助方案 這一開始我們先來聽聽市長要跟我們說什麼 我想很重要 剛剛李委員講到 這個可能在家庭或在學校或在社會上會碰到很多 我們不想看到的事情 尤其大家記不記得 在兩個禮拜前在台中 在幾個禮拜前發生過的那個 在學校被同學霸凌 被老師霸凌就好像自殺了 因為這個懷疑他 這個老師也都歧視他說 他就是會偷人家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 教育我們的孩子 就是要讓他把心理的感受說出來 如果像這種類的事情 能夠把心理的感受說出來 那就可以及早及時把這個悲劇攔阻下來 不會讓他發生 因此呢 我們今天除了這個反對霸凌 反對家暴 而且對於我們社會上需要幫忙的孩子 或是支強媽媽 我們給他釣竿 比給他餘好 那我很謝謝台南富裕官外協會 台南市富裕官外協會的各位美麗的天使 各位好朋友 大家能夠對於我們台南市許多 在角落中沒有被看見 需要幫忙的 這個部分幫忙 是福太多太多了 我們謝謝也祝福 我們都說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所以我們的兒童 在兒童小時候 我們好好好好教他們教育 尤其是現在我們說 少子化 我們很多家庭裡面 我們的霸凌肉 都很用心教育 我們這些兒童 希望他們的栽培 讓他們後面變成成龍成鳳 在社會當中 可以有很好的發展 但是 我們這樣說 有時候 當然這是霸凌肉的願望 但是有時候我們的霸凌肉 也有 它靈力不足的地方 我們對著一些玉璽的家庭 裡面的小朋友 我們這些孩子 有時候 可能 我們要說 有時候 要說 三餐不濟 有時候 三餐不濟 三餐就吃不飽 要再教育 還有其他的主人 對著弱勢家庭來說 是很困難的 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政府 黨員來幫他們 協助 我們台南市政府 為了要 讓我們這些弱勢家庭 可以自立 然後脫貧 所以呢 除了說 我們是最少 在經濟方面 幫他們幫他們 三餐以外 我們也有很多的 淨情 多元方案 來幫助他們 積極 脫貧 人家說 給魚吃 不如給他釣竿 還是說 給他釣魚的方法 他們就有法度 自己的智力 不需要 一直都是靠 政府的黨員 來幫他們 幫他們 我們在 今天的節目當中 特別邀請到 我們台南市政府 救助科科長 楊瑞美科長 要跟我們鄉親朋友 來報告一下 我們弱勢家庭脫貧的方案 到底它是甚麼的利用 我們現在邀請科長 跟鄉親朋友 來拍照 科長你好 主持人 演員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可是之前 不是談這個議題 之前科長是在 另外一個科 復兒少 我們現在科長 來到救助科 我們在救助科 救助科裡面 這個利用動力很多 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弱勢家庭 他的協助 我們在說弱勢家庭 到底弱勢家庭 是不是標準 我們怎麼界定 還有 我們現在沒有錢 我們台南市 弱勢家庭的狀況是怎樣 是不是請科長跟鄉親朋友 來做這個說明 好 謝謝 遠遠 那一般來講 我們說弱勢家庭 一般是都用我們的 家庭和中家庭的家庭 來做為一個 基本的一個定義 那所謂的低收入戶的話 它就是有一個 對於家庭 應計算的這些人口裡面 它的一個動產跟不動產 都有一個貧窮線的一個限制這樣子 那以我們台南市來講 就是說以中低收入戶的話 就是要它的一個 家庭的這些計算的一個不動產 那個公告限制要低於537萬的 這樣子的一個限制 那那個所得的部分 就是每人每月的最低生活費 在中低收入戶就是要低於 21,345元這樣的一個限制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貧窮線 那以我們台南市來講 現在我們的低收入戶大概 9000戶左右 那中低收入戶的話就是 7300戶左右 那這樣加起來總共 16,400戶 然後人口數大概是 28,700人左右 這是我們所謂的一個弱勢戶的部分 那麼我們說到這弱勢家庭 弱勢家庭當然不比一般 我們水準以上的家庭 他們的資源或是他們的收入比較多 剛才我們科長也有把我們報告過 他們的收入的標準 還有他們的不動產和一些經營 那麼他們當然在生活上 他們的條件會比較差 那麼可能他們會遇到哪一些問題 是不是也請科長給我們做介紹 對其實這個對這些低收入戶 跟中低收入戶 其實他們整個相對遇到的困境 是比較多方面的 就是有關就是他的一個身體健康 還有教育還有就業經濟 還有個人等等層面都會有影響這樣子 比如說在健康的部分 因為他們的比較缺乏健康照顧這樣的資源 所以就是會讓他們就是 家戶人口罹患疾病的可能性會比較高這樣子 那對他的一個心理層面 也會比較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那在教育方面就是因為教育資源相對比較薄弱 那可能就是會讓他們會更需要就是說一些補救教學等等的一些資源的一個投入這樣子 那在就業層面的話就是因為他們的比較多是從事比較低技術性 甚至就是非技術性的一些工作 那所以就是會造成他們的就業困難 或是在一些財源上比較容易被那個就業市場淘汰的情形 那也因為這樣就是當然他們的經濟層面上 在家戶的收入等等也是就是比較低射精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前面講的這幾個層面會綜合起來 會對這樣的家戶還有裡面的一個家戶人口 就是在社會上整個適應啊生活層面都是比較不利的狀況這樣子 我今年看了一個媒體的報道 說那個社經地位比較高的 他有說在比如說台北的某一個比較高端的區域 他出來的那個家庭的那個醫生 就是說那個家庭不用出來的醫生就佔比較高的比例 我要說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是有一種叫良性循環 它就叫惡性循環 對 良性循環在這種家庭裡面 孩子因為他的主管多 家庭在裁股子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有能力 那麼在社經地位比較低的家庭 我剛才說了 有時候連吃飯都有問題了 你還要吉他的主管 來教育這些孩子也有點困難 除非說這些孩子真的力爭上游 還有很好的資質 所以比這種環境裡面 好的就一直很好 壞的就一直壞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 看到這樣的狀況一直下去 所以我們市政府 我知道說 他們有很多很多的政策 要幫助這些孩子 他們 比如說在就業的部分 在這裡是說 他們的技能方面 給他們很多很多的資源 去跟他們訓練 是說培養 那麼我們社會局現在有一些方案 創新的方案 是不是科長利用這個機會 來跟我們鄉親民做一個介紹 好嗎 其實這也是我今天來參加這個 這個節目很主要的目的 其實我們社會局針對 就是這些弱勢的家戶 就是有規劃了 各式各樣的脫貧方案的部分 那就是也利用今天的時間 特別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這樣子 那其實這些方案是 涉及很多層面的 那我先提到的是針對就是說 我們說就是窮 就是不要窮到下一代這樣子 所以針對我們的這個 就是青少年 這個部分我們的一個脫貧方案 怎麼樣透過就是我們有 資產累積的部分 還有就是我們的一個 就獎助學金 還有那個專長賠利的補助等等 各個方面來幫助他們這樣子 那首先我先提到的就是有關 講助學金跟專長賠利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就是看到我們的相關的說明資料 我們是針對就是說高中職 甚至大專的一個 就學的這些弱勢加戶的一個學子 我們有提供就是獎助學金的一個補助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只要在它一個前一個 學年度的那個就是成績 學期成績是在70分以上 那超性80分以上的這些學子 那針對我們的低收入戶 這一個獎助學金的部分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其實我們希望他們能夠透過一些 不管是就是補習啊 然後考照啦 還有增強他們的語言能力啊 還有職業技能等等這方面 來增加他們的一些 就是對於進入職場的一個賠利的部分 所以這些學子如果他們對於就是想要去補習啊 就是就是說能夠參加這些語言的學習課程等等 我們就是也會給予他們就是這些補習費 還有考照費 考試費用的這個補助 那這些費用都是核實的 就是說你去上課 去參加這個課程 要多少的一個費用 那我們就是是拿相關的一個 繳費的單據來 那你的道課要到達一定程度以上 那其實我們就會這樣 補助你的這些學習的費用 那考試費用也是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透過這些方案 能夠鼓勵這些學子 能夠積極的一個向學 然後充實自己的各方面的一個智能 然後在就學方面能夠先做準備 那除了這一個就是獎助學金的方案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資產累積的部分 就是說透過他們在平常每個月的一個定額的一些存款 然後能夠先儲備類似有一點第一桶金的概念 讓他就是可以說 不管存了這一筆錢之後 可以作為之後 在自我充實培養其他專長 或是在要創業或怎樣的一個 一個地統金的概念這樣子 所以這些學子他們參加的話 每個月有定額的 不管是存500、1000或是1500這樣的部分 我們鼓勵他就是存三年 那第一年我們就會相對提搏 就是他的存款的50% 第二年是100% 那第三年甚至到150% 就是透過這樣子提搏的方式 來幫助他鼓勵他說 就是能夠有這個資產的一個存款累積的概念這樣子 然後能夠有幫助他能夠脫貧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有企業實習的部分 就是我們跟台南市轄內的一些廠商來洽談 然後不管是餐飲啊 或是有一些飯店業者啊 等等的一些行業 然後只要這些弱勢家庭的學子 那不管是寒暑假或是說是說其他客餘的打工時間的話 那他能夠願意就是說 去參加我們這些企業實習的方案 就是有一點到企業是去見習實習的部分 那我們會每小時給他就是 基本公司實薪就是176元的一個部分 然後來鼓勵他能夠到職場去做一些學習這樣子 對啊透過就青年學責公司 就是透過這三大方案 然後來協助他們能夠學習移技之長 然後自我投資 然後讓自己能夠脫離可能家庭這種貧窮 那除了剛剛針對青少年的這些 弱勢家庭的人口介紹的脫貧方案以外 那我們還有針對兒童的部分喔 從105年開始 針對這些弱勢家戶 戶內有105年1月1號以後出生的小朋友的話 那都會鼓勵他們就是做一個成立兒童及少年 而未來發展帳戶的部分喔 為這些小朋友存第一桶金 那也是希望這些家長喔 從就是從這些小朋友還小的時候 然後能夠規劃然後投資他們喔 每個月存款五百一千或一千兩百五十元這樣的方式 從零稅存到十八歲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在他到滿十八歲的時候喔 可以針對他看是叫繼續升學的一個學費 或是在一個其他專長的賠利 或是創業的一些相關的第一桶金這樣子 那這些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補助喔 跟存款都不會列入這些家戶的一個資產裡面這樣子 那針對成年人的部分喔 我們也有就是脫貧的一個方案 那主要也是鼓勵這些弱勢家庭裡面喔 這些就是就業條件不利的這些成年人 我們有規劃就是說就業獎勵的一個津貼 那只要是他透過我們的這些公立救福機構 來做一個推薦媒合就業的 在他工作滿第一個月 第四個月 第十個月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給他一個就業獎勵的一個津貼的補助 每次五千元 那當他滿一年的時候呢 我們也再會給他一個就業獎勵津貼是一萬元 所以最多他總共就是說可以領兩萬五千元的這個就業獎勵津貼 那這些的措施其實都是在鼓勵我們的這些弱勢家戶裡面的 不管是兒童青少年還有就是成年人的部分 能夠多多運用我們這些脫貧的一個方案 來投資自己然後來培養我們所有這些家庭的成員 然後能夠自力脫貧 那也是用各種層面方面去協助他們 讓他們能夠有能力去照顧自己 對 那麼我們這些方案不正 我們照顧了多少人 那其實我們從102年就規劃這些的一個脫貧方案 那陸陸續續做各個層面連齡層的一個規劃跟協助這樣子 那以111年來講 我們就運用了那個公財盈餘的一個基金 將近三百萬元來規劃我們這些的脫貧方案 然後受惠的一個人次達到將近六萬七千人 對就是不管是他們參加剛剛的這些資產累積 還有教育投資補助 考照的一些相關的補助等等 那還有我們就是會安排他們一些社會參與 還有一些教育訓練的這些課程 也都是我們的整個的設計的方案裡面 來協助這些弱勢家庭 我們剛剛講到都是方案 那麼一開始我們有說的 有時候我們就是會給他一些直接的經濟幫助 直接保護的一個 也請科長跟我們做這個說明 好 所以其實政府的資源 就是說對於照顧這些弱勢的一個家庭 裡面其實就是有一些經濟的輔助的部分 相關的經濟的補助來協助他們這樣子 所以以我們的低收入戶來講的話 就是會給他們那個生活補助金的部分 對這些其實他們會落入這些就是低收入 或是中低收入戶 其實就是他們的家戶裡面會有一些弱勢的人口 比如說身障身心障礙者的部分的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的話 那政府每個月會給他們 依他們的一個升降等級 就是輕度中度以上 或是低收中低收 會給予就是每個月是3772元 到低收的中度以上的是8836元 就是說不同的一個 每個月的一個生活補助費的一個補助 來維持他們一個基本的就是經濟的生活這樣子 那像中低低收跟中低收入戶的老人的部分 是每個月7759元的這個生活補助費 那家戶裡面的一個兒少的部分 15歲以下的兒童的低收入戶的話 是每個月有2802元的這個生活補助金 兒童生活補助金 那如果說有高中職的以上到大學的一個學子 在就學 因為我們說這個教育 我們的高等教育 其實學費也是一個蠻沉重的負擔 那所以就是會給他們這個每個月6358元的一個生活補助費的部分 而且就是在他們的一個就是學雜費的一個補助方面 其實這方面政府也有給他們一些協助 像低收入戶的話 就讀那個高中以上的 到高中以上的這個他們的學費的話 低收入戶是學雜費全面的 那中低收入戶的話 那就是政府會補助6成 他們只要自付4成 那除了這些以外 那還有一些的 針對這些弱勢加戶的一個醫療補助的部分 如果說除了健保的負擔以外的話 那就是扣除它如果不是一些指定醫療的費用的話 那我們也是會有那個醫療費用的補助 那其實就是在避免他們因為這些一些身體疾病的狀況 大筆的醫療支出來讓這個家庭又更陷於困境 是 那麼齁 我們知道說這些福利對這些低收入戶或是弱勢族群有很好的教育 可是有時候齁 就是有一些門檻 他們可能因為本身自己的一些 有的人可能有房子或是有一些資產 那這些條件反而讓他沒有辦法受到這些照顧 這些政策的照顧 但是他是最最困難的 這種的情形 他們有時候就是沒有辦法申請到補助的時候 心裡面難免會很不舒服 就是這部分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才去協助他們 所以其實如果說隨著這個 因為我們的這些弱勢家戶的話 他們一個家庭的一個週期 其實隨著家戶如果說有一些像剛想到的學子 他們也畢業了 受到一些相關的教育的投資 然後來畢業了 那家戶的一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口比較多了 那有可能確實就是說會有脫貧 就是他的一個家戶的一些所得等等 已經不再低於貧窮線 那他是脫貧的狀況 對 那針對一些脫貧之後 或是說他們已經就是 無法再就是列我們這些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的話 那其實我們會是以就是說 可能就他們有沒有發生一些急難的事由等等的狀況 來給予一些資源的相關的一個協助 是 那麼我們剛剛談了很多方案 都是要幫助我們這些弱勢的這些族群 那麼我們還有實責案呢 協助他們成功 我們請科長跟我們做個介紹好不好 好 那其實我今天就提到 提出我們有一個就是 針對我們有一個低收入戶加戶的一個學子 那他自己對於餐飲方面的學習是非常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在他的一個就學期間呢 我們就是連結企業實習的部分 讓他去櫃田酒店去實習 還有就是到我們大一地之酒店去做實習這樣子 那一方面讓他直接到職場去學習 那也可以去直接去觀察就是一些職場的一些全貌這樣子 那一方面也給他就是那個實習的津貼的部分 讓他可以在這些津貼可以再投資自己這樣子 所以他後來十九歲的時候 又就是透過我們那個學校的安排 那甚至到新加坡的酒店去做一個實習這樣子 那學成之後畢業之後呢 就是去我們他有回到回鄉啦 在我們台南就是在相關的一些料理 日本料理店去做一個當人學徒的保護 然後繼續的來就是說進入職場這樣子 那這段期間其實他也考了很多 不管是中餐的烹調或是西餐 甚至是葡萄酒的酒飾師等等 就是他運用我們這些資源 然後也在投資自己 自己在不管證照方面還有職場的能力方面 都有更多的一個學習跟成長 那所以他甚至到110年之後 他自己就是還去承接了他的學校的餐廳這樣子 有點 對就是直接的一個進入職場而且創業了這樣子 其實人家說自住人住 人家要拉你一把 你也不要把我倒在那個地方 也叫你賣賞人家 你自己也要把手伸出來 所以你要自己去充實自己 我想充實除了說一些資源以外 自己 像我說我們 像我們平常時 舉例啦 我們在學電腦 我們以前那個年代根本沒有辦法學電腦 那個老師又沒有教 那沒有教怎麼辦 我們現在不會電腦也不能因為這樣子就不要 都不要去用電腦 不可能嘛 因為你現在不能用電腦的人 你根本跟社會脫節 但是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沒有學電腦 我們只好透過 畢竟自己要自修啊 然後自修的方法很多種 有時候是問人家 不然就是自己 現在像網路我們可以有去看YouTube 去YouTube裡面找那個影片出來看 那你看一次不懂看兩次嘛 兩次不懂看三次 你就多看幾次你就會了 所以說人家說自助人助 你自己想要學很多管道 那當然啦 我們市政府有市政府給你的資源 你也要多多的去利用 自己去充實 你看剛剛你分享的 我們科長分享的這一位 他就很成功了 這也是我們社會局 算說分享成 算說協助成功的一個案例 也透過這個案例 讓我們吉他 可能就是說 他們還在貧窮的這個狀況 或是說弱勢的這個狀況 看到別人的成功 要激勵自己啦 那麼我在想喔 我們市民啊 我們的市民裡面 有這方面需求的 當然也 剛剛我們科長分享 有一些數字 那麼他們想要來 請社會局幫忙的時候 要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謝謝喔 這真的是很重要 也是今天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宣傳的目的喔 就是這些 如果各位觀眾喔 就是有認識到就是說 周遭有這樣子的一個 弱勢的一個家庭 那他們就是能夠鼓勵他們 多走出來 然後能夠運用我們這些資源 那就跟我們社會局 社會救助科這邊聯繫 那還有就是我們各個 12個社福中心的社工 來詢問就是我們這些脫貧的方案 那我們社工都會 就是依我們每一個 這個成員的狀況 他的需求 然後我們連結這些脫貧的方案 還有相關的資源 然後盡力做更多的一個協助這樣子 是 我們今天邀請到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們社會局救助科科長 楊瑞美科長 來跟我們的鄉親朋友來分享 我們弱勢家庭脫貧的一些方案 那麼今天很感謝 我們科長 最好我們科長 還有什麼要跟我們鄉親朋友說 就是我們真的就是說 其實對於這些弱勢的一個家庭 他們也非常的不願意 就是在弱入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經濟啊就業啊 等等的一個不利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是說我們在運用 就是政府給予他們這些生活補助以外 其實很重要的是希望能夠透過資源的連結 還有相關脫貧方案的一個協助 來協助他們脫貧 那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會把 就是永續發展的目標裡面 它的17個核心的目標裡面 就列出來其實第一項就是終結貧窮 能夠消除一切的一個形式的貧窮 把它列成一個永續發展的一個目標 那所以也希望透過政府 還有我們社會共同的力量 來協助這些弱勢的一個家戶 然後他們都能夠脫離貧窮 讓我們的社會能夠更均富 然後有美好的一個發展 是 那麼我們今天感謝我們台南市政府 社會局救助科科長楊瑞美科長 謝謝科長 謝謝 謝謝演員 是 那麼台南鄉親走 我是婉婉 感謝我們鄉親美女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